假如说你这个下去 降一啊 它的五声音就是 就喇头弥索拉嘛 它没有ray的音 那这个东西音的话 你可以 而且每一个调 它每一个味道 每一个弹 有些地方可以很好弹 你这个降一调的时候 这个ray啊 特别好弹懂我意思 所以每个音型的话 每个调的音型的话都不太一样 假如说降B调 很好弹 可是你碰到 碰到C调的时候呢 你C调的时候你蓝调音符 反而没有像那个 降E调降A调这么好弹 所以 所以这个跟你谈什么调 那个位置也有关系 所以为什么人家谈到 谈到JES 蓝调或什么 人家特别喜欢用降E调 或是降B调 是有道理在的 因为它这个比较好谈 反而用C调 反而你不要看它以为白件很多 都没有黑件 其实反而不好谈 我今天讲这句话就是 都是 就等于说是完全是 就是经验过来的 也慢慢摸透了 我问一下有一句话 人家是 你只要看到是 有蓝调味道的 爵士味道的 都是几乎都是 降E调要降B调 我看一下David说什么 老师这个 对 因为怎么样 通常你真的快速的时候 有些都是三个音的 那有些四个音的时候 看你用节奏的时候 这种的 那你通常就是说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比如说我讲Diminishing 你看到没有 我就没有用到 没有用到小指 对不对 就用三只手指 你不要刻意的说是 不要用到小指 因为你 假如说像这个Diminishing 正好用三只手指 正好最好弹 那至于说 其实为什么这样 是其实 这些也就是那些 那些老家伙的 早期的这些人 他们 他们常常弹 弹弹弹弹弹 弹出来的这样 你看他们弹也是这样的 那个 这个Diminishing 一定是这样的 没有别的 那至于说这个 比如说别的这样 那一定要五只手指 就是认证四那种 一定要用小指 绝对不能少 你少了小指就不行 就差很多位 就不对的就对了 看那个啦 看你爬音 爬音不是说固定 怎么样 要怎么样 是看你这个音型 这个手指怎么好弹 像这个都是 就三只手提 就是 它是没有固定的 这样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个 没有说一定说 哇 你一定要小指都要上去 没这为事的 看你谈什么东西 这样 好 那我们今天上课到这边 今天这个 这个后面 今天也没有交新的 其实不重要 那下礼拜再交好了 今天你们问的问题 都是重点 你们回去思考一下 然后把影片调出来 慢慢看这样 好不好 好 那我们 我跟大家同意 say goodbye